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经常听到大家说 舍不得睡晚上 太安静了 太喜欢夜晚了 晚上比较安静 小时候傍晚 舍不得睡 白天乱想 晚上就不乱想 为什么晚上不乱想 晚上大家都睡了 你就不乱想 你一个人呆着 看来适合闭关 一个人呈起来 他就不乱想 有时候闭关 为什么大家喜欢闭关呢 老师你建个官房 我们进去闭吧 很多时宣都这样说 你们也不要说 你在哪不能闭关 其实还是有点区别的 是你的认知有区别 这不是那个法有区别 比如说老师在那做个官房 怎么公司做个官房 你会觉得老师在外边看着你 你心里会很安心的 老师就在外边 是吧 他会他在组织我们闭关 老师知道我闭关 老师知道你闭关 可不知道你闭关 还是有区别的 觉得你倒也不是说 怕你出批啊 什么就是 内心的那种 觉得我在做一件事 有人知道 就好像有人能帮我似的 就那种安心啊 觉得师兄们都在旁边的 其实就是个安心 其实这种安心叫自己骗自己 有时候是这样的 就自己骗骗自己也是可以的 但老师管不管真是在外边 但是很多的东西都需要你自己去独立完成 都是你所有的生命里边的那些毛躯啊 错觉 你要不认为他坏 他永远坏不了 你知道吗 老师再说坏也 一点用也没有 释迦牟尼佛重生也没用啊 你不认为他坏 他怎么能坏啊 告诉 是吧 你认为他实有 他生生死死也实有 知道吧 这种事 别人这种事 啥说也没用啊 他始终是得你认知啊 是吧 所以那样就把我阿南说 哎呀我原来以为我是你堂弟 是吧 哎呀你这么对我好 因为没出家的时候 佛就听 他觉得佛挺喜欢这个弟弟的 阿南说 哎呀我又出家了 又跟在你身边 侍着啊 亲身侍着 我跟在你身边 每天跟你在一起 我不用兄 你哪天也可以刺我 是吧 三昧定理 是吧 我因为进水楼台写得月嘛 我跟在你身边就 这点光还是能沾的嘛 你又那么喜欢 我就佛的说 亲爱的弟弟老老 摸他嘛 摸头的 是吧 原来我要不到 坏了 坏不了 是吧 原来我丢了自己的本心 什么也没用了 佛的灌顶 所有的啥 加持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虚妄的 我不认为它虚妄 你觉得有用吗 那你永远在这个世界轮回 是吧 不知道真心 所以没用啊 跟在佛身边你也不行啊 你也在轮回啊 你每天跟着 跟着释迦牟女 我身边也轮回啊 也就剁地狱啊 因为不多啊 你苦的时候不多了 你在稻草不剁地狱吗 你来了这个稻草 照样剁地狱是吧 你今天很苦的时候 就在地狱啊 我们体验过的 虽然是肉体没剁 你心不在地狱啊 你体验的就是地狱的苦啊 你知道吧 很苦那个时候 有时候体验的就是畜生道的感觉 有时候体验的就是那种 无奈啊 无力感 有时候体验的就是恶鬼道的 哇 那种不满足 那种不甘心 知道吧 恶鬼道的 那种不知足 怎么也觉得空落落的 那种空虚 那种觉得自己贫穷的那种感觉 那就是恶鬼道的信息 我们经常会过去 过去就过去吧 体验一下嘛 怕啥呢 今天我觉得我好贫穷啊 哎呀 医务所有 好像别人都不富有 我这么贫穷啊 我吃也没吃的 喝也没了 好 我说了 这是恶鬼道的气气啊 虽然我吃饱了 觉得肚子还是饿 是吧 没关系 体验一下嘛 怕啥呢 所以我今天体验了 把恶鬼道 我不去了 以后不去了 不好玩 是吧 所以就是 不要责备自己啊 不要说 我体验了鬼道 是我夜里烦了 不要这样说话嘛 是吧 反正我就是 你来了就是个夜宝神 你还说啥呢 是吧 夜宝神能做啥 六道转油呗 还不是用你着足的转油 你还控制不住他转油 那既然控制不住 然后他自己转油呗 你要管他呢 是吧 佛说了 你就换钱叫他转呗 反正不崩溃以前 都能捞出来 有时候最不过就崩溃了 崩溃咱就吃药 是吧 在公司未来啊 你们就是大家 不管任何时候 也不用说 刻意地想成为最好的 你们已经是最好的了 就是说 你不想成为最好的时候 你已经是最好的了 而这句话不是说 是因为你们已经在 红尘历练了 回来了 你们又历练了很多年 起起落落的 起起落落在红尘啊 各种人际 关系各种都学过 所以你们已经是最好的了 优秀地冲到这 是吧 都已经没避免了 都已经很好了 都已经活着回来 没关系了 都已经是最好了 在稻草就不要啊 觉得自己要最好了 停下你 要成为最优秀的那个心 一定要胜出 修炼也是 我要第一名 我要胜出 是吧 然后这个想法不要有 你已经试了啊 每个人都试 是吧 你要是实在不行 我就一个人 偷上给你们 起个标签 你试了 你试了 最优秀的 已经是佛了 是吧 如果实在记不住的话 就不要再争这个 谁最好 最好不好了 你们把你们的 在互相帮助的时候 就是在这个地方 当你们的才华 显露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们在红尘 每个人都学了 一肚子本事 没本事早就被灭了 还能活着回来 是吧 肯定有本事 那么就 各写其能吧 是吧 为了你们统统发现的 这个时空更美好 是吧 因为这个是你们 共同发现的时空嘛 如果想让它更美好 那么就得把你们 去创造它 改变它 那改变 怎么改变的 先盯着自己 把自己的习气改了 你肯定改不了别人的 都那么优秀 你能改了谁的 所以都是老大 也不用排第二 缺分老大 是吧 只是今天 谁哪个老大说话 所以其他就变老儿了 所以不用生气 是吧 就是 有时候 当老大 有一个老大说话的时候 其他的老二 假装老二 坐在那尽量地听着 有时候当到老二 挺开心的 是吧 有一天 如你当老大的时候 别人也会假装老二的 不止身的 呼啸中重 是吧 就是知道 因为大家都有一颗 好胜的心 独小成为一个 有价值的人 尤其是小成佛的人 这个价值可大了 小利益众生 小成道 小成佛 这些 独小成为一个 有用的人才 独小 这个没有问题 有一个好胜 真强好胜的心 也是好的 也是个品质来的 但是有时候 你就会受伤 因为你真强好胜 你就会受伤 因为大家都内 是吧 其实有的人是嘴上说 有的人嘴上不说 心里说 有的人是嘴上 心里不说 我就是 我就是老大 你咋地 是吧 你咋地 是吧 我有喜气 欲望你咋地 是吧 你让我改 我偏不改 是吧 不让我改 我想想 你帅老几的 是吧 是吧 我也是老大 你也是老大 你怎么能让我改喜气呢 是吧 你说的话 没用的 就是互相 就是 有时候听你一句 是给你面子 说句话 人家都是佛 是吧 真的是有时候给面子 也没必要 就是没必要说 大家你也不用生气 出去了 嗯 大家都是那样 有时候听 也不是说你 你怎么样 说啊 都好好的 什么 就是 给面子 忠忠你一下 让你享受一下 大老大的感觉 就这样 所以 这儿没有老大 也没有老二 只有谁 失陷了老大 那一刻 有时候 有时候 这个场啊 大家 大家 各种想 当你的心 当大家的心 不再道上的时候 就会很散 知道吗 如果遇了天堂 你们的心 不再道上的时候 就会很散 很散的时候 就会发生什么事呢 哎 你就会注重别的喜气 开始 因为你散乱的时候 你就开始关注 身边人的喜气欲望 然后 哪个都不满意 知道 因为哪个都有 而且你想要它 没有 这才是问题 但是你心在道上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这个世界很清静 就是你 你在道上 你就发现 道上的事 你散乱的时候 你就发现 人间的事 甚至在 在这个时空 你还发现 六道的事 因为有其他人 是带着附体过来的 带着其他维度的 众生过来的 所以那些众生来了 他就 那个人是控制不住的 他倒不是 不一定的 但是他会留在这 把那些东西 或者是 你会 就 是那样的 就三间六道都在 就是这样 但不会 它不会影响你们的 不用担心 比如说 老师说了 有其他道众生在这 是吧 会不会咬我 是吧 你放心 他还没看上你 他不会咬你的 因为人生那么好吃 你要唐僧才行 他嫌疑太难吃 还有大家 有时候打扫 有时候 虽然大家也有时候 会懒一些 就是觉得不想动 天热嘛 是吧 有时候打扫房间 我今天过阿胜那个房间 过了一堵门 就一堵门 一堵门有点脏 很多顿的东西 阿胜房间 我进那个 就是那个 叫指规家 是吧 就指规家那个房 也打扫一下 不是 我这样提醒你是 房间脏了 空气不流通 怕你身体瘦瘦 没别的 有时候收拾一下 收拾一下 就是有时候 清理 把自己桌子上 什么摆得起起的 清理一下 就清理 稍稍干净一点 就是 不用一开始 就想那么多事 烦 比如打扫 打扫一堆书啊 你拿去哪一本 当下你要绝照 当下就是这一本书 值得你这样 把它放在这 另一本书 也值得你这样 放在这 这就是人间值得 这是一本一本的 你不要一下说 那么多书 我咋把它摆正啊 摆一本 摔一本 是吧 有时候 就是桌子上 好多东西 我跟阿胜 交流呢 桌子上好多东西啊 那个东西 你说咋收拾 是吧 扔了也不是 不扔也不是 把它归位 你拿两框框啊 有些东西归到这 有些骨头也归到这 然后就是 每一件东西 你只想那一件 这也是训练 当你拿起这个扇子的时候 你觉得 哎呀 这个扇子应该放在这 就不要看别的了啊 不要看那一堆剩下的了 你今天放了个扇子啊 又把这个茶杯也放在这 放了两件 又放了三件 四件 一件件 累了 休息去啊 不用一次干完 然后就是 就是 你要一下子想 哎呀 这些垃圾 怎么搞啊 人也不是 人也不是 你就很烦 就算了 啥也不搞 每一件东西 都一独一无二的 然后哎呀 这个扇子 哎呀 好美啊 哎呀 好漂亮啊 它值得我今天珍惜 珍惜是什么 就把它放在一个 干净的位置啊 把它放在这 然后绳子这样摆 好这样的 那个碗 明天干吧 太累了 明天把它洗一些 然后摆在这个扇子这儿 这就是修行 这就是修行啊 每天 每一件东西都值得你 你在人间的相遇 你不要以为只遇到人了啊 老是被人气 扇子不会气你的哦 知道吧 然后你看见扇子了 谁能欣赏了他的美 说人生若子 叫什么 哪句呢 再说一句 人生若 人生子 若子 若 人生若子如初戒 看见了没 人生若子如初戒啊 你为啥老想着你心里边遇到的那个人呢 这个东西 如初戒啊 这个东西在这儿发了好多年啊 好几年啊 我三年没来这儿 一直在啊 你们看见了吗 很完美啊 一个扇子 你从来没这样真正的 停下你所有的忘年 欣赏过一个扇子 它不值吗 不值得你欣赏吗 这是有一个人很用尽 所有的工具啊 用他的最美丽的心灵 把它配出来的 而且他说黑的黄的配了个绿水子 他也可以配其他水子 他很完美啊 当你停下所有的像的时候 每一件东西都值得你 如初戒 然后你就会喜悦 然后 你是粗糙的吗 你是父亲母学邪恶的吗 当你跟他共鸣的时候 你很完美 你知道吗 你所有过去做的那些邪恶的 所有的事不重要 跟你没关系 你此时刻你很完美 你离所有的像去 欣赏他 他值得 他值得跟你相遇 他就这么美 他就很完美 如果你觉得他是完美的 你就是 你家有太多东西 值得这样欣赏了 如初戒 回去跑 垃圾堆里很多 拿出来 插一插 如初戒 人生弱 人生什么 人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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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止如初见 太难了 这个学到我 人化科难学了 人生弱 止如初见 第一次你们看到这个扇子 我把它放在这 它值得珍惜 我放在这 你看 把扇子这样摆 好像也不对 这样 是吧 怎么摆啊 就是那样子 没有什么是珍贵的 但是如此的完美 你不需要说 把它 这个也美 一定要说说 否则他生气 再看一个 这个是什么 完美 设计的 你们有什么笑 你觉得不完美吗 完美 是吧 我只是在零碎 介绍大家完美一下 像吗 是吧 这叫什么 艺术 是吧 叫什么 是吧 他丑陋吗 人间 你们发泄不了 完美吗 然后你们这么 活了五十岁 从来没见过完美 我今天给你们看看 这就是完美 就这把扇子 跟你今天相遇了 看一看 当你知道你是如来的时候 他也是 他跟你心心相应 为什么你求 求什么呢 你 这把扇子一直躺在这 你从来没看见过 他是美还是不美 他画的好不好 用的颜色好不好 有意义吗 我画的啥 毛 羽毛 羽毛 对 羽毛 金色的羽毛 好完美啊 真的是很完美 这个做扇子也很完美 他在做的时候 他就想到了羽毛 然后他用金色的东西 画上去了 他为什么会这样想 不知道 然后有一位私心 看上他了 觉得老师 好像三的时候 用他是最好 最合适的 把他买来 送在这 做老师供养 做老师供养老师 一个扇子 然后他就成为了 最完美的 传承 传过来的 对吧 好看不好看 但不管你们 喜欢不喜欢扇子 当你们真的是 静下心来的时候 离象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 这世界有那么多 完美的东西 但你们从来看不见 然后喜悦跟快乐 有那么复杂吗 是吧 人生弱的 人生什么 普通话真好 人生 太难学了 你这俗了吗 你这俗了吗 你这俗了 这俗是两只小鸟 树上脚 黄里扭人家 你这 人生弱子如初见 如初见 说 何时秋风 背得可熟了 解释解释 谁会解释 这两句话 那你解释 不会啊 不会还那么的 那么劲儿大 会的来 你来 谁会会 人生弱子如初见 是说啥呢 一切都很完美 这都升华了 这个意思 说几个话 初见什么意思 第一次见面 叫初见吗 我们见了很多次了 是吧 不一定 看见你 是吧 初心 第一次的心动 第一次的完美 初见是你的初心 不要忘记 那一刻你爱过谁 你爱上了谁 那一刻你心动了 被什么触动的 你爱过很多女人 男人 那一刻 他什么打动你的 是吧 那一刻 触动了 第二秒 忘了 生灭了 才珍惜初初见 那地下的心动 地下的心动 是完美的 因为他完美触动了你 完美的触动了你 不是他完美 是完美的触动了你 如初见 因为那一刻的心动 是吧 第二秒没有了 所以才感叹啊 如果永远能保持多好 为什么感叹 我们早就不想爱那个人了 为什么要感叹这一句吗 第二句啥了 何事秋风悲化善 秋风悲化善吗 秋风呜呜的 是吧 好像是在哭 是吧 秋风在悲吗 大家说这是 作者在比喻他的心情 好悲哀啊 世界毫无不坚狼 踩油溢塞流泪水 是吧 悲哀这个世界 美好的感情 总是稍纵即逝 当他遇见过去的恋人的时候 他已经把他忘记了 所有的美好 都在那一擦心动以后结束了 所以好悲伤啊 多情组织才这样说话呢 是吧 多情的人啊 不能说多情组织 多情的人啊 所以所有多情的人都受伤 在这个世界 是吧 但我们这一生会 上万次的心动 就如此刻 看见了这副扇子 你不是想拥有他 知道吧 你看到了他的完美 你也没为他动心 因为你不想要他 你也不想债有他 你不想得到他 你甚至没有对他起心动念 这一刻你听完了 佛法第一异地的时候 这个扇子呈现在这了 空性呈现在这了 你觉得他好完美 为什么 因为你头脑中 没有对他产生任何想法 所以初心就在这 保留下来了 没有第二年 没有生命 所有的欲见都是初见 永恒的就是初见 没有后面的秋风悲化晒 没有这回事 秋风快乐地哭着 是你认为他在哭 不叫哭 那叫吹呀吹呀吹 你知道吗 然后好凉快 所以每时每刻都是初心 都是美丽 所以当你们为情感 伤感的时候 在伤感这个世界 情感一世一变的时候 美好的感情 一变一世的时候 伤感的时候 亲民主马也罢 故人离去也罢 所有美好的感情 父母会死啊 亲人会离去啊 所以我们都很伤感 身边的亲人会得病啊 得觉治不好 可能一生都治不好 一直困在那个痛苦里 所有的相见都是完美的 哪怕我们伤痕累累 哪怕我们真的是千嘲百口 哪怕我们 所有的相见都是完美的 如果你带着无所求的血 如果你这一刻 你了知宇宙实相 初心有恒的就不动了 所以每天你都看见事情 都是人生如初戒 初戒啊 每天都是这把扇子 每天都是 完美的就呈现在 空性永远是完美的 空性里面没有借文觉知 没有分别执着 所以它完美 所有的问题就出现在 你在敲气 你在分别执着 你要什么 如果此时此刻 我让你评价这把扇子 那大家就不完美了 金色可能用得不好啊 老师 这个鸡毛 这个氛围 怎么 这个 这个氛 氛好的羽毛 为啥就没有头呢 它换个氛围 干什么呢 表示什么意思呢 是吧 它难道是 嘲笑老师是氛围吗 难道老师不应该是鸡头吗 你各种想 如果你把这个扇子 送给一个老崔 送给一个特别特别的 送给就是老崔当过领导 是吧 送给一个领导 那个领导马上一打开 氛围 你啥意思 你啥意思 是吧 我宁为鸡头不为氛围 是吧 啥意思 是吧 但是它如此的完美 是吧 如果你赋予它什么意义 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你赋予人间什么意义 这人间值得吗 如果你赋予情感什么意义 这个 你每一次都是在伤害之中 情感值得吗 值得你在这个世界 有情有义吗 你的义会受伤 你的情也会受伤 你值得一次一次付出吗 它值得 它永远是如此完美 它就是那么完美 知道吧 值得 如果你去评价它 它就不值得了 你定义它 它也不值得 你对它有所求 你想在有它 它也不值得 是吧 这个赛子送给老崔 送给你 凤伟 老崔当过鸡头 所以老崔的后悔 老崔拿回去 看晚上 呀 哎呀 老崔高兴了 老崔真的热了 脸好 实在热得不行 老崔在这儿 不算年龄最大吧 在座的是 人生最大的 老崔不容易啊 他现在发心休息 可静静了 是吗 是 永远不晚 人生若是 如初间 永远不晚 知道 是 佛也是 我们回家睡觉吧 三十也看 何事求风被划散 何事 回家 笑一笑 别想那么多 回家睡觉 快 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